那么目前的话呢 国家发贷委呢正会同有关部门 我们抓紧研究出台有关的政策措施 切实发挥好稀土作为战略资源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价值 比如说针对这个目前稀土行业违法违规生产的问题 将加大行业整顿规范的力度 构建长效的监管机制 规范行业的发展秩序 针对稀土行业生态环保历史欠账的这个问题 将扎实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 加快研发应用稀土绿色开采和野链分泌技术 推进稀土产业的绿色发展 再比如说针对稀土行业高端产业应用不足的问题 将完善创新激励机制 支持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提升产业的竞争能力